2021年全球政治经济到底会有多大的波动 取决于疫情跟疫苗 不过在美国方面 娇生的疫苗传出来最快三月份上市 它的好处优点是 它只要打一剂就好 对 它最快可能在下个礼拜 会公布它最终的第三期临床试验的结果 那它现在占的优势是什么呢 第一个部分就刚才您关也提到的 在它目前的临床试验的结果当中 它发现它其实只要打一剂 它就有机会达到足够的保护力 不过外界有人看它所谓的足够保护力 有人说是不是因为你标准设的很低啊 因为过去来讲 比如说我们现在流感 我们现在流感疫苗 其实它的保护力大概五到六成而已 它可能设定我超过这个就足够了 所以有些人说 是不是设定了标准的问题 不过它是说 它自己的说法是至少是七成以上 那第二件事它的优点在哪里 是它在临床试验期间 过去几支上市的疫苗 都让人家质疑说 你的临床试验的对象 都是这些健康的年轻的人们 很少老年人 而在娇生他在做临床试验的时候 他有另外一批人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 所以使得他多了一个数据 就是针对年长的人口 是不是安全性相对高 因为毕竟在挪威就发现一些事情 有些相对年长的人口 施打之后出现死亡事件 虽然他们说不一定是疫苗造成的 可能只是疫苗之后产生的事件 但是对一般民众来讲 这个有65岁以上的数据 似乎更可信一点 那第三个它带的优势是什么呢 是说因为它的临床试验地区 包括了我们目前认为 变种病毒新盛的地区 包括巴西跟包括南非 因为过去包括辉瑞或其他的疫苗 他们在讲说 我对于新的变种病毒 一样有一定的保护力 都是用实验室 或一些相关的试验结果 而不是真真实实在 真实的世界看到它的保护力 所以它因为临床试验做得晚 它反而收到了这个好处 就是说我比较晚 而且我做的地方 刚刚好就有这些新种变种病毒出现 所以它未来 如果它数据揭露显示说 它在这两个地区 一样有很好的保护力的话 变成它间接证实了说 它对变种病毒也有保护力 所以大家可以看 这个看得出来 就是说其实大家可以知道说 现在我们进度比较领先的疫苗当中 大概只剩它还有另外一个叫Novavax 这两支是大家目前在期待的 那它会比Novavax更困快 因为它下周如果报告出来 他们说最快三月可能会上市 所以连美国现在都已经跟它采购了 一亿剂的疫苗 而且韩国也在跟它签合作的协定 那重点来 它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据说它的产能出的状况 对就是说事实上是 这些我们可以发现 现在已经问世的这些 包括不过把它去除到中国系列的疫苗的话 你会发现他们都不是传统的疫苗大厂 甚至几家根本没有做过疫苗 包括AZ在内 对 包括我们的说的Moderna 他们真的没有上市的疫苗 它都是小厂 而辉瑞虽然是疫苗大厂 但是跟它合作的BNT 他们这次也是新的疫苗 那教师也面临到一样问题 就是说你们本来不 疫苗的能量可能不是那么大情况下 未来产能在哪里 这才是一个最大的问号 因为他们的产能不足 所以造成说 全球到底什么时候能够达到保护力 变成花长一个大大的问号 本来大家都想说 之后要上市的Novavax 你知道吗 当他宣布他要进入第三期临床的时候 我印象中很深刻 他的股价是硬生下跌 大家说为什么有人进第三期临床 反而下跌 他说因为人家都问世 你还在做第三期临床 因为大家觉得他抢不到市场 没有想到他现在是因为根本不够用 所以接下来大家还是期待他们能上市 可是现在我就回答说 这是全球的状况 也就是因为不够达 所以一 他们期待新的疫苗能赶快接棒 尤其这个一亿 一剂就能打 你知道一剂就能打的好处在哪里 因为现在包括英国或包括西班牙 很多都说我打第一剂 我等不到第二剂啊 到时候保护力够不够啊 第二件事情是 只要要打两剂 你的医疗人力就是两倍 因为他要来两次 所以他其实包括效率性 还包括人力性 他是非常好的 但这问题就是 Echolian可能生产不及 生产不及造成一个大的问题 就是现在全球抢疫苗 全球抢疫苗 你发现了英国跟欧盟的大战 就是为了AZ疫苗 你在里面生产是不是 辉瑞在我这边生产 互相变成人质 我不要让你过去 那美国呢 他是到处采购 他已经采购了12亿剂疫苗 可是我不知道 大家能注意到一个现象 现在全球累计啊 其实已经打了 超过8000万剂的疫苗 主要最打最多当然是中国 第二名就是美国 接下来就是英国 可是呢 在亚洲地区 如果你扣除掉中国之后 发现寥寥无几 大概只有新加坡有多几个 那就是其他国家 到底疫苗何时能来 那台湾疫苗何时能到 那舒青刚刚讲到 台湾的疫苗 跟台湾可能施打的进度 对 本来我们一开始想象中的是 我们可能三月可以疫苗到货 所以我们可能四五一月就开始施打 可是这个随着全球抢疫苗 以及疫苗缺货 我觉得这又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因为你会发现呢 台湾现在最大的压宝 是压在AZ 就是阿斯克杰利康 那AZ它本身我说了 AZ跟它的合作对象牛津 从头到尾都没有生产过疫苗 所以他们的方式是 授权给疫苗厂来生产 所以呢 它现在包括在英国 那哪些工厂 对 重点来了 就是它现在有哪些 已经跟他们签约合作 虽然我们在亚洲地区看到说 是有中国他们打自己的 可是亚洲地区包括 现在还没有开打 但是二月要开打 比如说泰国地区 那比如说韩国 比如说日本 他们都已经跟AZ签好的契约是什么 不是我买你的疫苗 而你是你授权给我当地的疫苗厂 可以直接生产 这是保障他们该国 可以自己能够有疫苗最大的武器 那我们也可以这样吗 台湾本来也是打这个主意 所以台湾曾经一度传出 说由国卫院跟台康生计 要跟AZ谈授权 可是据称 我不能这一点 接下来我不能确认 就是据称 原因是AZ当初授权 它是希望说 是给一个比较大的 能够量产的单位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不只希望你 生产你的国家的 他还是希望你能生产一些 给第三世界国家 因为他们没有可以用的 但是台湾好像没有办法 到那么大的产能 或其他因素 所以我们的授权 后来就有声音 但是就没有下文了 所以我们现在 明显就只能用买的 用买的就 升天的一个变数 是哪一家AZ的 生产的厂会给我们 对了 但是韩国的SK吗 是日本的三共吗 还是泰国的先罗生计 还是中国的泰康 我不知道 到时候至少 装人想说 不会是印度的 这次火灾的那一家 因为他说的不是 所以到时候是疫苗 谁给我们 什么时候能到 在这一波疫苗战中 连西班牙都因为缺货停打 连卫生人员都不能打了 我不知道台湾的疫苗 现在看起来脚步好像身有一点点远了